好 在沙里边总会比水里边暖和 沙就是它的棉袄 小被子一盖就暖和了 这个也挺好玩的 把这里边全都洗干净之后回家直接的 下锅底就可以了 就是舌头里边有沙 别地方一点沙都没有 像这种玻璃茶一定要被盖住 不再走的情况下 有可能就会炸到脚 这种关键就太分裂了 这家伙也不知道什么时候也学会握沙 行这个先带着吧 首先放拉一桶里边 回到他该有的地方 昨天挖了好几个了 今天来这边又见到他了 这种海会比例断车吧 要不然他会断车 先给他挖深一点 先给他挖深一点 挖的越深他那个逃跑距离就越小 哎 哎 哎 差不多了 看 我天哪 这个可以啊 特别完整 也没有断 这种回家吃起来特别补 特别是冬天 是一个村王的一样 这下我挖了 我感觉盐我打过了 只要一打过村王就跑了 就得试料 就跟加那个活料一样 这样只能挖了 但是打着手的话他就跑不掉了 像这种水变的情况还是最麻烦的 挖不好他直接就往里面出来 哎呦 快 哎呦 我看他挖得了 这演戏 也不能一直用力啊 这个村王太坏了 挖开了 这都挺大哟 这是他的鼻子 鼻子也特别长 这么惨的 哎 找到了 裤差点湿了 哎 这个可以啊 带着 好了 那么今天视频就到这里了 我是二强 喜欢赶海的帮忙点赞评论转发 那么下期再见了 拜拜